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一些事情,被抓到奴隶市场去了,后来逃了出来,为了躲避那些人,他们进了一处小树林。 然后呢,树林,哪里的树林,有没有猛兽,他们…… 杨阳虽然经过训练,但毕竟只是七八岁的孩子,若是遇到猛兽,哪里抵挡得了。 凤三元听得双手暗暗拧成了拳,他可以想象,那情况危急,两个孩子应该就是在那里。 是,他们在里面遇到了猛兽,而且还被猛兽攻击了,他们被猛兽攻击,受了伤,而我们也正在顺着线索找他们。 只不过,我们慢了一步,当我们赶到时,他们两个被一鸣老到救了。 说到这一话,凤九脸下眼眸,他心里一直希望两个孩子是被人救了,但这样的机会很渺茫。 那样的情况,谁又会恰巧出现救了他们,这样的可能性很小,很小。 这一刻,他也只能编织一个谎言,来告诉他们。 被一鸣老到救了,那,那后来呢? 当时我们正好赶到,只不过,那老到说,两个孩子与他有缘,要收为弟子带走。 我本不同意,但那老到说,若非他出手相救,两个孩子已经死了,所以人他一定要带走。 只说了,带两个孩子学有所成,便会让他们回家来。 这一刻,凤九觉得自己编织谎言,真的找不出一丝破绽。 若不是自己心里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也许也会相信吧。 而这一刻的他,怎么也不会想到,他为他们编织的善意谎言,竟与事实极为接近。 直到日后再见回两个孩子时,连他都觉得,一切不可思议。 原来是这样,只要他们没事那就好,只要他们还要活着,就好呀。 苏西露出一抹放心的笑容,心情大起大露,再加上一直焦虑不安,如今一放松下来,整个人便也晕了过去。 苏西,苏西。 爷爷,不用担心,祖母只是身体承受不住疲惫,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能恢复了。 冷霜,快带爷爷和祖母去休息。 是。 冷霜进来帮忙扶着苏西,凤三元看着凤九,轻叹。 等会儿爷爷有话问你。 好,凤九坐了下来,不由轻呼出一口气。 是你救了我爷爷他们的,慕容一轩抬眸看向他。 你怎么知道? 刚才凤老爷子他们可还没来得及跟他说,而且看他们的样子,前段时间他派人送来的消息,他们应该也没接到。 当时大火烧的那个宫殿,是你以往的宫殿。 如今你又出现在这里,而且我爷爷他们又平安归来,不是你救的,难道还有别人? 我也只是凑巧,当时我只是想着回去看看,没想到就碰到这事。 只是能力有限,你只能暗中救下他们。 凤九站了起来,走到他的面前。 无论如何,我都要谢谢你救了他们。 多谢。